看到岩石上的字跡 游客越看越火大 因为这里可是野柳知名景点 骆驼峰 还曾经得过全国最美海岸的殊荣 如今却因为游客没功德心 让骆驼峰变成世爱流言版 大自然的风景 我们要去保护它 而不是像这样子就是一个破坏 心里滴血 野柳骆驼峰是沙岩受到天然海石和风化影响 经过长久时间 才变成这特殊景象 如此珍贵的景观 却被民众用尖锐物刻字涂鸦 有民众写上我爱你大胆是爱 还有人点出新店要往左走 帮大家标示方向 也有的直接写上自己的名字 证明自己来过 把岩石当自家流言版 其实平常不只有专人巡视 一旁告示牌上就大大写着 岩石及设施禁止客字 为着以发展观光条例 除以新台币三千到一万五千元 没想到还有民众知法犯法 蓄意破坏自然景观 骆驼峰的行程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破坏只是一瞬间 美景碰上十格旅客 让骆驼峰变成流言版 自然景色惨造破坏 三十位林仲华张慧明基隆采访报道